步入中年才發現 對工作毫無熱忱 應該要轉換跑道 當然是不應該 因為熱情不是做決策的 唯一標準 也不是最重要的標準 不然我早在這個節目第一集 我就知道我對這節目毫無熱忱 但我會因為這樣 我就不錄了嗎 不會 因為有比熱情更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堅持自己的崗位 堅持下去也是一種勇敢 當然製作單位一直把我留下來 也很勇敢 看看我們家侯昌明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以為他對這個行業還有熱情嗎 早就…沒了 你們知道他私底下跟我說什麼 他說他最想要做的 可是你們看看他這樣 他還有市場嗎 他賺不到錢 最後還要考量到能力 有些行業就是有能力 有年齡的門檻 不是靠熱情就可以做到的 比如說桃子姐現在說 他說他要轉職去跳啦啦隊 你覺得他還有辦法 為任何人加油嗎 這個 如果桃子姐在那邊 炸烈陳子豪 一集炸烈陳子豪 會看起來比我還悲慘 那我們來聊聊我們的司儀 是嗎 是的 大家有看我們這個節目的記者會嗎 記者會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停掉 眼球中央電視台 他就說 他沒有落成啦 另外就是時下最流行的 斜槓 我們就是鍛鍊我們新的技能 然後斜槓出去 做出成績以後呢 我們就無痛轉移 謝謝沐昕 請你移駕到我們白隊 因為你加入我們陣容了 因為他剛剛說斜槓 斜槓並不是轉換跑道 我來出賣一下亞蘭 他從演藝圈轉換跑道 去經營他最有熱情的服飾生意 每個禮拜拍一次照片 一次40件新款的衣服 連續六年總共312個禮拜 12,480件的新款衣服 照片的數量超過15萬張 他看到衣服就想吐 他才一想到我要進公司拍照了 他就恐懼 一度真的得到恐慌症 我們對工作有熱情很好 但是如果你把熱情當工作 那不一定囉 因為你以為熱情它是火苗 你用工作去點燃它 結果最後有可能因為工作的責任和壓力 把你的熱情全部撲滅 甚至還讓你對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付出代價 在這裡我要請教黑隊問題 兩個 第一個 如果你們因為熱情轉換跑道 如何確保在下一段跑道當中 你的熱情不會消失 第二 如果你的熱情消失了 那你們是怎麼樣 建議大家再轉換到下下一段跑道嗎 如果不換 跟你們的立場自相矛盾 如果要轉換 你們好像是不是在提倡一個 對職埃不負責任的態度呢 首先 我們的木星並沒有交入你們白隊 因為斜槓的定義就是 兩個不同的類別 才要那個斜槓的標點符號 我們只會說藝人斜槓麻辣燙 不會說麻辣燙斜槓麻辣燙 請對方一定要正視這個標點符號的結構 再來 你說我們意思是要轉換下去嗎 對啊 沒有熱情就轉換下去啊 我A到B B沒熱情就轉換下去到C啊 你說這樣對職場不負責任 不對吧 你硬要在這個同崗位 然後沒有熱情的繼續這樣子施衛素餐 才是對這工作沒有負責任的表現吧 像這個節目 我從第一集被評審面對 被評審評為A級的人 但是評審要求我還是不斷地轉變 他們要求我轉換風格 轉換表演方式 所以我想說的是 我們人在一生中 就是不斷地被人為壓力 被不斷地被科技壓力 促使我們去轉換 為什麼中年會更面臨這樣的危機 像我大學念航海系 畢業之後 我因為熱情 我沒有選這個航海 我直接轉換跑道 面臨的就是23歲到27歲這個期間 四年的零收入 我們今天聊的是中年 中年我們扛的責任越來越重 我們做的所有決定 都是牽翼法而動全身 不是說熱情不重要 而是我們中年人 有中年人追求熱情的方式 我們應該在當下對工作感覺到沒有熱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保留住我們的工作 一些不想做 腮虧也通通丟給菜鳥 然後省下來的心力 我們安靜離職 安靜離職不是真的離職喔 它是現在非常fashion的一種職業的新哲學 你就是每一天準時上班 準時上班 然後完成公司要求的最基本工作量 省下來的心力 我們拿去經營生活的其他面向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事情 就是薪水跟熱情 此時此刻我堅固了 身為一個中年人我們應該要把這個工作丟給菜鳥做 這是一件多麼不負責任的事情 如果我們在社會上所謂的普遍的中階層 譬如說你們已經是小主管 你們拿的不是兩萬八的薪水 你們可能拿的是五萬八 六萬八 七萬八 你們所有人都向省達 有這樣子的態度說安靜離職 我覺得長官要先fire你才對 我覺得人生很奇怪 有一種悲苦是什麼 是你明明不喜歡現在自己的生活狀態 卻偏偏苦撐著一輩子 我們常常祝福別人的時候都會說 祝你步步高升 祝你天天開心 祝你越活越快樂 越活越順利 但是 當這個同樣問題回到我們自己身上的時候 當我們發現自己工作沒有熱忱 我們工作很不快樂的時候 我們卻要說服自己說 留在原地也很好 我們不快樂也沒關係 其實沒有熱忱好像也可以 不是很矛盾嗎 他們可能一直說 哎呀 轉職的門檻太高了 重點不適合轉職 可是門檻要幹嘛 門檻不就是拿來跨過去的嗎 不然啊 為什麼叫門檻啊 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想到我以前讀過一本書 它是關於一個美國 摩西老奶奶的故事 她年輕的時候呢 她是在一個美國農場的姑娘 負責養牛啊 養羊啊之類的 然後其實她最喜歡的是畫畫 可是因為沒有辦法 她只能在農場生活 然後77歲的時候呢 她決定開始重拾她的熱情 她開始畫畫 這個時候白隊想說 老年了 不是中年 故事還沒講完 她後來呢 一幅畫賣出了一個 最高價 每一幅可以平均賣到十萬美金 然後呢 她在一百歲的時候 收到一封信 是來自於日本的中年的外科醫師 這封信裡面寫說 我可不可以辭出我的外科醫師工作 然後去做我熱愛的寫作 然後摩西老奶奶回她一句話就是說 當你想要做的事情呢 永遠都不嫌晚 上帝會幫你打開一道大門 即便你80歲都沒有關係 後來呢 這個年輕人 就辭去了外科醫師的工作 開始去做寫作 這個外科醫師呢 就是 杜鞭唇衣 然後她出版了非常非常多的長篇小說 包含了像是 《施樂園》 《光羽影》 如果每一個人看到這個節目 甚至杜鞭唇衣看到這個節目 聽了白隊的說法 她就不會變成了杜鞭唇衣 我們會失去多少有才華的人 我們剛剛有講到了很多 很多的改變生活熱情的方式 很多的方法不一定要轉彎跑道 而你們卻沒有幹嘛告訴我 有沒有比轉彎跑道更低風險 我懷疑你們的熱情是假熱情 你們的熱情只是包含了你的收入 你的待遇 你的家庭壓力 生活壓力 所有的壓力集合起來 叫做熱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白隊的熱情其實不比你們少吧 只是我們不會把熱情當初堵住 去拼搏 不顧責任的一切往前衝 心靈雞湯固然好喝 固然軟胃 好像腎上腺素打一針勇敢前衝勇敢 但是真的能夠讓你安家活口 保重肚子的 是我們白隊的主菜 最後一半我覺得都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都讓我們聽到一種趣味 但也金句連發 但我覺得這個金句連發有一個差別 就是觀沙文在講這個金句連發的時候 他提到了一個 收了一個故事 如果沒有這件事情 那麼渡邊純一可能就不存在了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的收尾的力量 其實非常非常非常強大 我只能說行雲流水無懈可擊 掌聲鼓勵 我也覺得看起來是非常開心 非常舒服的一場比賽 尤其開心的是在好笑的同時 其實你們也沒有把論點落下 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另外就是這場比賽 雙方每一位辯士的能量都很強 但我有一點好奇的是 雙方是有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黑隊必須要付舉證責任 正道熱情必須是 轉換跑道的唯一理由嗎 因為白隊一直有強調這件事 在辯論上面呢 我們沒有覺得任何 有任何不能講的論點 都可以講的 但是就是這個論點 這個例子或者是表達方法 他講出來之後 對最後的那個說服的效果 有沒有產生足夠的說服效果 如果有 那就是可以用的方法